来了兄弟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眼周之战中的一个新的系统啊,叫做军师计系统 这些系统呢,每个兄弟都可以用得到,所以说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金讲 我们一个一个来过一下这些军师计 首先是刘备的这个人心得众 这个效果呢,就是获得一个香勇啊,这个香勇呢,可以为你抵挡一部分伤害 并且呢,受援助的同盟呢,也可以获得这个战功时将战功转赠给我们 每日呢,最多是一万战功,熟练度起来之后呢,最多到两万 这个效果呢,其实大家简单的理解成一个获取战功的军师计就可以了 在这个战斗力比较低的兄弟们来说的话,这个军师计是必带的 每天可以白嫖两万战功,对不对 如果说你期望用这个三百香勇打伤害 或者这个三百香勇帮你去抵挡非常多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呢,是无凸骨的这个藤甲兵 这个军师计呢,其实有点鸡肋啊 因为他的效果呢,是折扣版的藤甲兵 另外呢,他这个受到灼烧的效果依旧没有变 也就是说呢,还是非常的怕灼烧啊 在如今这个周瑜大行其道的战斗环境之下 藤甲兵本来生存环境就比较难 再加上他这个兵人减伤也并没有达到原那个藤甲兵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军师计盛代吧,大家盛代 第三个呢,是只对赵云生效的一个军师计啊 这个效果呢,在有一个被动,有一个主动啊 被动呢,是赵云获得增益 统帅和速度加 然后这个工兵士兴加一 武力智力下降,且枪兵士兴减一 也就是说赵云只能玩工兵的组合了 奉效暂时能想到的呢 就是这个麒麟弓系列或者鼠制系列 加入这个赵云来组建一个队伍 若队伍中有赵云,则下次与玩家战斗时 我方的部队前四回合主动战亚发动率提高5% 最多提高10% 这个还是比较实在的 你像庞统呀,法阵呀,这些鼠工经常用的这些武将 战亚发动率提升呢 对他们来说还是相当有优势的 这个公孙赞的军师计呢 就带赵云的队伍就完事了 下一个是貂蝉的军师计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直接把吕布的战法给改了 变成跟敌军三人一次单挑 每个人互相普攻一次 这个的好处在于大多数队伍的这个构建呢 都是二宝一 除了主将比较强力之外呢 剩下两个人的普攻呢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提高了吕布的这个连穿能力 包括他后面这个主动效果啊 使吕布自带战法动率提高15% 本来35加15 现在就有50%的这个效果了 那么吕布无论是碰瓷 还是做主力队伍去使用 我觉得都非常香 这个貂蝉的军事剂呢 非常推荐吕布携带 下一个是胡车尔 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的 而且我觉得相当实用的一个军事剂啊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使队伍的行军速度提供28% 受熟练度影响 最多可提升40% 持续两小时 哎呀 这个如果能多用就好了 因为大家到战场的距离 确实有点远啊 如果有这个胡车尔的这个效果的话 到达战场的速度比较快啊 可以打更多的战功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带啊 下一个助容夫人啊 这个比较有趣 但是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骑兵专属 并且呢 部队与玩家战斗时 获得一个增益 这个增益效果呢 就是为敌军两人群体啊 施加一个主要效果啊 并且要注意是主将施加的 那么这个主将的智力不能低啊 伤害率呢 是52% 最多呢 是75% 持续两回合 美行军一格 伤害率提升20% 若我军主将为蛮族 则伤害率额外提高20% 大家记不记得昨天那个 呃 孟霍的这个特性 它可以变成蜀阵营嘛 蜀阵营还可以让蜀国的这些武将变成蛮族 那么我认为这个孟霍加蜀阵营组合啊 再带这个赤地渔猎 哇 那这个伤害有点爆炸呀 对吧 这藤甲都不敢多看你一眼 看一眼直接灰飞烟灭啊 对不对 这个祝容夫人的这个特技呢 我认为蛮族用的话有点浪费了 如果结合孟霍蜀阵营再变成蛮族的话 我觉得效果会翻倍啊 下一个是吕布的军事剂 这个可不是在使用吕布了啊 而是吕布帮你提供一个助力 就是武力上的一个提高 并且每战胜兵力大于一万五的部队时 额外提高五点 群星阵营的主将呢 为六点上线为二十点 这个呢 非常适合大佬啊 就是大佬 他本来这个满红大佬 本来就那个连川比较多 所以他提升的这个武力也比较明显 这个武力大家也知道啊 通常这个十五点二十点一个战法啊 都能够做到 所以说提升的不是特别高啊 且每额外提升五点 本赛季武力提升一点啊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使你这个武将 这个赛季的这个武力值呢 都提高一点 最多提高二十点 如果这个二十加上这个二十 四十点的话 那还稍微有点意思 并且呢 这个熟练度的影响啊 最终可以达到四十点 四十点加二十点 六十点啊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就比较给力了 曹仁 盾兵专属啊 这个就是在助手时才能获得一个增益啊 这一点要注意啊 一定是助手状态啊 不是普通状态下都可以获得 与玩家战斗时 首回合我方全体获得百分之十的急救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现阵营啊 受熟练度影响最多百分之二十 部队处于助手状态 时间越长 治疗率越高 每半小时提高百分之五 最多提高两次 也就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加百分之二十 就是百分之三十 若我军主将为魏阵营 则治疗率额外提升百分之五 那就最多有可能是百分之三十五 接下来看到鱼籍的这个军师计啊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机制啊 大家一起看一下 就是选择三格内的地块 准备一分钟 在目标地块半进一格之内啊 也就是一圈之内 呼风唤雨 浇灭燃烧地块 也就是说这个剧本是有火迹的啊 浇灭燃烧地块 并且留下水蛙 水蛙是有这样一个效果啊 就是交战时 敌我双方造成灼烧伤害降低百分之五 水供伤害提高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的增益呢 虽然说比较小啊 但是有些时候你也不好说啊 这个百分之五加百分之五 如果累积起来的话 对于三仙的帮助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啊 比较大的 这个有待我们实战去检验啊 当然这个是测试符的这个数据啊 大家在正式符可能会有所修改 若水蛙在粮食地块上 则可以提高产量百分之三百 熟练度影响最多到百分之六百 在缺粮食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斯巴达带这个棋风岛屿啊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粮食的地提高产量啊 这也是一个办法 黄埔松的这个效果呢 也是一个全兵种可以用的 而且非常实用的啊 跟刚才这个胡彻尔 我觉得这个子匠有些时候 这个军师技可能比这个成匠还要好啊 这个士气提升呢 对于作战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吧 兄弟们 他是使下目标地进行行军 到达目标地后恢复三十三点士气啊 并且最多的时候可以恢复五十点 好 那么在这个长距离作战的时候啊 这个振奋昂扬这个军师技呢 我觉得使用频率会非常高 尤其是前期 大家在没有落成之前野战的时候 黄埔松的这个军师技就格外的可贵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有这个黄埔松和胡彻尔的这两个军师技啊 反而是最好用的两个 两个这个军师技 好的 以上就是眼周之战军师技的详细解读了 兄弟们 下一期还想看什么 告诉分校 这里是拍分帮 过分校 咱们下期见 拜拜